头皮疼是什么病的前兆 如文医生 特邀专家 胡军 陕西省人医院 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 头皮疼是于头痛的一种 头痛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头痛它主要的原因主要就是说 一些伤害性的刺激 刺激到头部的这个透明机构后 然后这个透明机构把信号传到老组织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头痛 在头皮下的软组织以及老膜 它都是一个透明结构 所以说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头皮痛 头皮痛它主要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个是就血管的扩张 比如说我们有些感染以后 血管扩张以后咱能感觉到头皮疼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机械的刺激或者说组织的肿胀 也可以导致头皮痛 比如说我们外伤以后 头皮肿胀可以导致头皮痛 还有的话就是一些严症的刺激 比如说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是 这个头皮的带装泡疹 带装泡疹以后我们头痛会比较明显 还有一些就是头部的肌肉 肌肉也可以引起头皮的疼痛 比如说像颈椎病以后 咱可以引起后整部的头部的疼痛 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一些口腔的病 比如说牙齦的发炎等等 它也可以导致头皮的疼痛 以上就是主要导致头皮疼痛的一些主要原因 头皮疼它属于头痛的一种 如果说来了以后出现了头痛 或者说头痛 原来就有最近加重了 可能最主要的要进行一个 颅老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比如说头露的CT或者头露的痴弓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